浪漫朋友们,大家好,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傅老师给咱们朋友们讲解这个番茄高产技术不下十几期了 有些咱们种植番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去翻看傅老师这些视频 那么谈到番茄高产这块啊 我们最为常见的包括几个方面啊 施肥、浇水以及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整治打岔 那么关于整治打岔啊,傅老师也讲了几期啊 教给咱们朋友们怎么样去正确的整治打岔 本期啊,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就是介绍一点小玩意儿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能看清吗 这个啊,挂钩有什么样的作用 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 这是你们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对吧 首先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挂钩有什么样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这个番茄呀,尤其是一些厚皮的啊 或者是大型果 这个单果种最起码是在500克啊 或者是450克啊,这样的一些果形 那么我们呢,在蔬花蔬果的时候啊 如果说这个施肥量啊,比较大 那么造成了一些旺长以后啊 我们就确保这个一碎果呀,一定要去做上果 那么这个就问题来了 水肥供应很足的情况下,而单果种的又在450克左右 它就会导致下坠 那么就会导致啊,侧枝 它就经受不起那么番茄的一个重量 从而呢,导致这个压裂,劈裂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这样子呢,说白了,造成的一些损失啊,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经常在采摘的时候啊,或者在摘叶啊,打叉的时候啊 不经意之间的,稍微一碰啊,这些番茄就掉下来了 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是以高产量为主的 那么今天这个番茄这个价格啊,还是不错的啊 这样子呢,的确对于咱们农户来讲啊,有点心疼,是吧 这就需要我们呢,给它辅助一点措施啊 就用这个挂钩就可以了 另外啊,这个在挂的时候啊,需要配合整支打叉 最好呢,是在整支的时候啊,要节流两到三公分 也就给它流出来两到三公分 这样子呢,既避免了这个伤口在愈合的时候啊 一些灰霉病,它的侵染以后啊 它是,这个针菌呢,它是顺住这个伤口啊 逐渐的往里面侵染啊 最后呢,才会感染这个主进的部位 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是我们在挂钩啊 在进行这个工作操作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挂的地方啊 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看到傅老师讲解这个视频啊 一定要到咱们这个大棚里面去看一看啊 如果需要事情挂钩了 一定要去这样子进行 不要为了嫌麻烦啊 说白了,你只要经过啊 加上这一道工序 可能你的番茄产量呢 最期盼会提升百分之二十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感觉不错呢 就说说来个赞 一天能按鸡饭啊 一天 天哪,鸡饭呢 哎呦,我都担心你的眼能看清不清 那我眼不滑 你眼不滑吗 可以啊,眼不滑 哎呦,我想吃个番茄容易吗 你看 那不容易 它倒捅几次 吹鸭 吹鸭完以后 放到这碰头里面 粘回来自己点 然后再弄到血盘里面 这是我们在鱼翻茄苗的 然后开始浇水了 这是晃死了,是吧 这是晃死了 哪一个是锁电锅 是吧 这是我们鱼的那个小红色的圣泥馆 差不多,快该栽了 长得还不错 老虎 这个是哪个沙瓜苗 这个是哪个 这个 你这水里面出来了 哦 哦 纯粘果 长得很快 这一粒中子都一块乌 这个 这个是铝包天果是吧 差不多 够咱下一批灾了 我们这个大棚 一年四季 都在不停的去育苗 然后来保证我们农场这一会儿 啊,一年四季的栽植 啊一年四季的栽植 种植这一会儿 什么东西 我也是比较怕舌 这个舌还不大了呀 这个舌又多美啊 真滑了呀 把舌头啊 别别让它转了 转到里边了 这是个洞 刚才老鼠不是跑到这儿了吗 老鼠不是跑到这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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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应比我还强烈呀你 我不管这儿 我不管这儿 他发不出来了老鼠 老鼠在这儿了 我还在这儿了 死了死了死了 老鼠死了 要不是老鼠的话 你还看不到这个舌 这个舌咋弄的 我也是非常怕舌 我也怕老鼠 你怕老鼠啊 嗯 老鼠你看 看着我也在舌头上 我下这个是半个集结的 嗯 就小时候这老鼠一个 给我这儿收 全部把我的集结 这收面 这咬到这儿 咱老鼠也就咬一口 你不知道吗 小时候 妈妈 我不会走路吧 我喂到窗上 因为它缩着面往体底了 要在 那儿都是围住了 小时候 就是围住 围到窗上 那搞得咬了一下 我是比较怕舌的 就是这个大风 这块 现在在这儿 又浑身都是发凉的 嗯 舌 虽然说 嗯 基本上中原地区 都是无毒的舌 但是心里面还是害怕 这个是我们无土栽培的番茄啊 上一次拍的是我十天前拍的 你看看 现在过去十天以后 我这个番茄展示 非常好 看 这个 都已经出发去了 这个是我们今年做的试验啊 就是冷棚啊 然后那个 呃 期前栽培 然后在棚里面 先搭建小拱 盖这个毡 大家看一下 一网盖个毡 我上一期给大家拍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采用这个技术 能不能提前一个月 上市这个番茄啊 然后 啊 和这个无土栽培同一天 我们在土壤当中也进行了栽培 我们去看一下那一块地 那个大棚 是采用同一天土壤栽培 番茄 掌食和这个有没有区别啊 这是我们那个和无土栽培同一天摘在土壤里面的番茄苗 看一下 有区别吧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不在于土壤还是极致栽培啊 你看这个大棚 你看我 采用的是三层膜 外边的棚膜 这是第二层 这个是第三层 三层膜保暖 就这个还赶不上用极致无土栽培的番茄掌食了 今年这个试验 就看到后期的产量 还有番茄的口感就是品质这一块怎么样了 如果成功的话 啊这个冷棚种制番茄啊 采用简单低成本的能提早上市一个月啊 应该说是就属于试验成功 这是我们去年早冬摘的桂花树啊 看现在三年底了 这个是不是死了 没有 没有死没有死 这是老叶子 落了以后 肯定是当时水分没跟上 老叶子落了以后 新芽 你看都有出来了 没有死 吓我一跳没死 你看今天的天 多好 感觉到了新疆西藏那种感觉 这是我们大河南 这个桂花树啊 在河南的话相对来说 不是很好摘火啊 不是很好摘火啊 不是很好摘火的 所以摘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是很小心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一棵都没有死 买的苗虽然没有前几年贵 但是也不算便宜 也不算便宜 摘这个桂花树啊 如果你想不上那四秒 一般情况下摘的时候 用那个银朵一酸去占根 占根以后 绿它发心根 然后再一个呢 如果早冬摘这个桂花树 别摘太深 别摘太深 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 你这个树成活啊 还不错啊 今年等于说全部成活了 非常好 你看这桂花树 新年都出来了 新年都出来了 忐忑了整个冬天呢 想一想 花了几千块钱 就买了这么多 那个桂花树枣 如果死了 几千块钱没有了 人工没了 关键还丢人 咱都没在乎